第六藏 最早的一记里面就有记载 它说长中轻胃中寒 长中痴胃中热 其实已经记载了 高血压心脏病怎么通过双手辨别 小拇指侧 如果清筋很明显的话 那么有些人可能下肢 就关节会痛啊 会麻木啊 或者老年人腰椎间盘要突出啊 它在下脚 如果手指到清筋很明显的话 肾与膀胱经络不太通 有的人可能尿贫 像有的男性前列腺出现问题 中医名家手把手教您 关外十内级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国医节目 我是孙宇 我是李然小李 今天这个节目一上来啊 我有一题 要考考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其实呢最主要是考我身边的这位李然燃胸 我是席尔宫听 这个题目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人体啊 有一个第六脏 鱼哥 您是不是今儿出门没穿羽绒服啊 给冻的吧 人都说五脏六脏 怎么还出了一个第六脏啊 哪五脏啊 心肝脾肺肾 五脏啊 还行啊六脏呢 六脏 海六脏就是个话多了 这人体啊真的有一个第六脏 第六脏 而且这个第六脏呢 跟人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还挺重要 凭这个对第六脏的这个判断 就能知道你这个身体的这个大致的健康状况 我想啊 宇哥是个严谨的人 既然把话说这儿的 这一定呢就是个真事 那究竟哪是第六脏呢 宇哥 具体怎么解释呢 我们请出了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这位中医专家 也是名价啊 我们掌声欢迎韩学姐 韩老师 来 韩老师 你好 韩老师 韩老师怎么这么热情啊 怎么卧场还不发 请坐 韩学姐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审视女科第二十代传人 擅长心脏病 高血压 妇科病 更年期综合征等疑难杂症 韩老师刚才有什么特殊的表示吗对您 正所谓是行家身身手就知有没有啊 韩老师刚才握了我一下手 我觉得 刚才我那问题 你好像找到答案了 第六脏 人体的第六脏啊 谜底呢 咱们由韩老师给咱们揭晓 这第六脏在哪 第六脏呢 这不是我说出来的 这是在清代有一个医家叫陈修元 他写了一本书叫医学实在意 在这本书中他讲到手为第六脏 手为第六脏 对 手为第六脏 为什么说手是第六脏呢 他其实是这么讲的 我们心脏为五脏六腑之大主 在心外呢有一个心包 心包 对 有一个心包 心包呢户户着心脏 替心脏呢 行使着这个君主之权利 那么这个心包呢 他通过这个经脉和手相连 所以他称为手为第六脏 而且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跟心有关的 比如说食指连心 哎呀 但是为什么称之为第六脏的这个手 能看病 这个咱们得请韩老师跟我们说 其实我刚上台的时候 你们俩握手的时候 我都发现你们俩体质了 您的手偏凉 您是不是平时手脚凉 是 手脚凉的人就是阳气不足 他的李然的手呢 又叫温 不对 然后软软的 那个摸着大鱼剂还有点凸起来 所以像他呢就血脂 容易出现问题 比如说容易脂肪干 所以刚才一握手 我基本上你们的体质我就知道 就怎么回事 大琪您就都了解了 我还确实是 好像他一出手 就知又没有啊 您说脂肪干呀 我也那个什么啊 不怕您笑话 确实我前一年吧 我那个脂肪干实际上都是 都有点要重度脂肪干了 重度了 有点 大夫说呀 我要给你写中度得了 要不然怪不好看的 因为我们同事一块体检嘛 但实际上说你得注意了 马上要重度了 但是现在好了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轻度的了 因为我们的手啊 有每只手有三阳经和三阴经 阳经在手背上 阴经在手掌这一面 这不是一个手是三阳三阴吗 那两个手加起来就有十二条筋脉 十二条筋脉呢 有八十六个穴位 和二百二十四个精外齐穴 所以我们五脏六腹呢 都在手上有反应 哦 所以我们的手呢 其实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记录本 通过手能可以看到 你五脏的寒热虚实 哦 这手上的穴位有这么多呀 对啊 现在的大夫呢 他比较依赖于 现在的理化检查 及仪器检查 所以呢 很多觉得仪器查出来是可靠的 嗯 但是在临床上 只要查出来都是疾病的中晚期 对对对 是不是这样 你看肿瘤早期什么样 感觉也查不出来 嗯 一发现就中晚期 但是手呢 能够提前预知你身体的健康状况 哦 甚至可以说提前十到二十年 预知你身体的状况 那么长十年 十到二十年 听着挺玄妙的 对 因为我们也看中医平时 对对对 很少有老中医说 你手上拿出来 这一般都是算命啊 或者有的时候 这个中医一般来说 不拿手 顶多就是好豪迈 对 那现在您作为这个旺 旺里面的一条 这个是有历史依据的是吧 对 更早的时候旺人里面就有看手 那我现在跟你讲啊 就是在皇帝内经的时候 就提到掌中清 魏中寒 就在皇帝内经 是我们最早的医书 掌心的中间是青色的 对 掌中清 魏中寒 说明于魏寒 对 这皇帝内经最早的这个记载里面 最早的医记里面就有记载 就有 几千年前 嗯 只是我们现代人忽略了 他说掌中清 魏中寒 掌中赤 魏中热 嗯 其实已经记载了 嗯 有主内 比行与外 是什么意思 就你内脏有问题了 在外在一定有表现 嗯 所以身体有疾患了 或者有健康的隐患了 在手上都有表现 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叫什么 关外是内疾 通过外在的表现 手部的表现 我们看他内脏的情况 他为什么会提早这么多 就在你的手上有这个表现 嗯 那因为我们的手和五脏相连 嗯 那我现在在临床上 我就归纳 总结 我就发现 同样的病来 他手上有同样的表现 所以我把手呢 这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啊 嗯 把手掌翻了 三等份 就是你看 我们先从食指和中指之间 连线画一条垂直线到腕横纹 嗯 那么靠大拇指侧呢 是心和肺 你看见那个 心脏了吗 对 对对对 心脏 对 这个心脏呢 大概在这个大拇指 嗯 这一端 那么我还告诉大家 有一个点很重要 就是大拇指根部 中间 嗯 你看你的手 有没有一个清筋 如果手上有清筋的话 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 我没有 目前没有 来就说明你 你们俩 哦 还不错 没有血管 我这还没有吧 说明你们俩的血管还比较好 我这没有吧 您这个不应该叫没有吧 别闹 别闹 对 如果有清筋的话 就容易出现关心病 哦 脑血管疾病 不是你这秘书 我有点怀疑 我确实没有了 韩老师 您没有 您耐焦主给我看 您是 您也没有 您俩还真没有 有点奇怪 对 所以呢 你看 正好看了 有一个心脏吧 另外也可以 这个部位也可以看肺 比如说肺气不足了 有的咳嗽 消化系统 不是特别好了 嗯 除了心脏 我也看肺的功能 嗯 再看看大拇指侧 有一个脊柱吗 你看他画的是吧 一个脊柱 你画的 我也得给你们教一下 你看 第一节可以看颈椎 第二节可以看胸椎 整个这个大鱼记 这个下面是看腰椎 哦 如果您看看 您如果清筋很明显的话 那说明你可能颈椎 或胸椎 或者腰椎有问题 经过不通 我的颈椎腰椎和 看着还好 都这么健康 都这么健康 说明还不错 因为没有清筋 没有清筋的话 说明您目前 没有这个血脉预致 大家可以随着 这个韩老师 跟我们的讲解 一起来自己 您把您的两个手 都伸出来 可以自己观察一下 我是觉得您 我觉得您啊 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清筋横着 哦 您仔细看一下 有一点点 那我问一下 您有时候腰椎 或腰有没有什么 还好 扭过吗 还好 扭伤过吗 我摔过一根头 摔的是挺严重的 因为是从这个 还好 它是一个木板的那种楼梯 刚刚摔了 就咳到这的时候 您说 有那么几天 后来就好了 所以我从这 我就看上 您左手那边有个清筋 左手有个清筋 就是腰椎的 那个循环有问题 那我猜测 就是有个外伤 或者劳损 不是这个挺神奇 这个让我很感兴趣 我这其实 你看我这么 其实不容易见 很细微的 而且您看最底下 这儿 好吧 所以您伤的腰 可能偏尾椎那块 是 确实 就是尾巴骨 尾巴骨 我听人家尾巴骨 就这位置 尾椎那个位置 我都能看出来 看来身体的各种 这个活动轨迹 或者受过伤害 手上都会有记录 你自己的身体有记录 所以像您可能都忘了 我也不说这个事 真的真的真的 我看看你 我看你把手 他好像我看了还好 是不是打过还行 他还好 打过留下伤害 所以你看见吗 他是亲爸 他那天哪 你看这个大拇指侧 我们就能看到 这样的多的问题 咱们看 还有一条线呢 在无名指侧和小指 中间连线 画一条垂直线 这儿的 对 给万恒文 这个交接处 你看见吗 靠近小指侧 是看肾和膀胱 但是你看那一块 又有画了一个肠子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说 在手上 它可能有的两个部位 都会出现 有的肠或者肝 它就是说 主分区 比如说我刚才 主分区肾有膀胱 那么比如说 有的人可能一线 肠闹 有问题的话 也会在下胶 这些部位会出现 它会有什么特征呢 比如说 我们这个下胶 小拇指侧 如果清筋很明显的话 那么有些人 可能下肢 就关节会痛啊 会麻木啊 或者老年人 腰椎肩盘又突出啊 它在下脚 如果呢 手指到清筋 很明显的话 经络就是肾与膀胱 经络不太通 有的人可能尿频 像有的男性 前列腺出现问题 那么在中间这个部位 你们看见了吗 它画的食道 胃肝 下面是泌药生殖系统 所以中间呢 看的是消化系统 偏底下是泌药生殖系统 那么中胶一般来说 我们手掌容易出现黄啊 就消化吸收不好 如果发青呢 偏寒 如果发红呢 可能就偏热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手 都能看得出来 那这人脑子好不好 也是看它中间这块 脑子一般来说 在中指这个部位 因为中指跟心 心脑 咱们平时会说 心脑同源 心脑同病 所以心脑不好的话 脑工学就不好 它体现在您说的 这个中间的这个部位的时候 就是也会有青筋 对对对 在中指侧 刚才别人说 在中指这个 在中指这一侧 在中指这两侧 会有青筋什么的 就说明脑血管硬化 脑部工学 其实韩老师说的 这个看长食病啊 食健康啊 特别管用 您刚才说的 很多咱们在民间 这些人看手都是看相的 对 我是通过手看你的健康状况 它不一样哦 不一样 什么视野线 别人看都是 心脑线 我一看 说你明年能整多少钱 然后呢 韩老师说 你是未来二十年 能得什么病 所以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为健康储存的 好 那这个说到这儿呢 你赶紧去跟大爷大妈 好 多拍几张 他们首相的图 咱们让韩老师给看看 好 看咱们节目的大爷大妈呀 现在都是养生方面的专家了 但是用手看病 这大爷大妈 他们到底掌握没掌握呢 人家说啊 通过掌门 就能看出好多内核病来 比方说心脏啊 血压呀 今天呢 咱就带了个小任务 看看大家会儿啊 这方面了解的多不多 如果要是大伙都非常了解呢 那咱们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如果不了解啊 也没关系 咱们现场不是有韩主任吗 请韩主任给咱们做一个正确解答 知道吗 那个就是人家说通过掌门 就能够看身体啊 一些疾病 比方说你什么心脏不好啊 血压高啊什么的 说掌门上都有表现 这个您知道吗 知道 这您知道是吗 那您会看吗 有一部分 比如说这地方 要发红发青什么的 有可能就是心脏不太好 那是红是心脏不好还是 青是心脏不好 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不太清楚了 只要色不正常了就 对不太好 这是心脏的 那血压什么的您知道吗 这就不太清楚了 这就不太清楚了 就是想问问您您知道就是说通过手什么掌门啊颜色什么就能看身体哪好哪不好啊您听说过这事吗 没有 您也没听说过啊 那您肯定也不您信吗 就是说通过您的手一看就能知道您身体哪有点什么小问题什么的您信吗 不太清楚了 不信啊 那要是您觉得要是真正要说检查身体还得是照X光片得验血 验血 还是得这些 说光看您手就能知道您哪不好这不太靠谱 听说过那个通过手就能够看身体一些个什么小问题 听说过我还挺信 您还挺信啊 那您 不是说信我挺 就是觉得挺神奇的 觉得挺神奇 而且也觉得确实是可以的 对 因为好多人说别逗了 什么我胃不好 你通过手能看出来 这不是胡闹吗 您不见 您是认为是可以的 对 是吧 大妈 那如果人家跟您说啊 不用给您测血压 只要您把手伸出来 看给您掌门 就知道您是不是血压膏 您相信这事吗 我相信 您的血压膏就是这么看出来 那倒不是 当然我相信这个 相信这事是吧 对 那这一会我们能给您手照张照片 咱们就让我们那个专家看看 看看专家能不能看出您是血压膏 咱们在这收集了几位大爷大妈 这个手部的照片 这几位大爷大妈 有的是血压膏 有的是为你们反酸 有的是这个腰啊 感觉不太舒服 一会咱们在演播室也考考韩主任 看看韩主任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手相啊 能看出人的健康确实 韩老师 很神奇 余哥 我回来了 回来了 韩老师 你看这坏象 怎么阴阳怪气 不是不是不是 带回来的不少大爷大妈 手部的照片 就请您现场给看看 看看他们都是什么毛病 来李然把你的照片放出来 来 咱们放第一张照片 先关掉 您看 我现在就看到他这个手指的末端有点红 另外我看他大小鱼鸡比较肥胖 所以像这种人呢 大小鱼鸡肥胖容易血脂高 如果手指红呢 容易血压升高 血脂升高 还真是 这是一位大妈 是这样 心煮赤 就是红颜色的 这个 如果手发红呢 与心有关系 心火旺 容易血压高啊 容易血脂高啊 容易心烦啊 失眠啊 或心脏不舒服啊 所以我看手呢 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朋友自己有 对自己的病体的一个说明 说明 对吧 咱们也拍下来了吧 拍下来了 那看一下 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对了 您就别难为我了 我都忘了 我身体还可以了 有小毛病吗 您 有 什么小毛病啊 血压高 多高啊 现在吃药了不高了 吃药就正常 吃药就正常了 不吃药就正常了 可是不少年了 对 有个四五年了 血压高 其他的又没什么不好吧 其他没什么不好 心脏什么的呢 心脏有数有心理过速 它是煮经康那是 那去带人家看了吗 人家说 没看 没看 一会儿就过去就好了 那您可得多注意 那我觉得就是血压高 还有肉的说 偶尔会有心理过速 对 是吧 偶尔心理过速 咱老师说的 所言不虚 不虚 但是一个不能 完全说明问题 第二个 您要是就说一味保皮 我还能说对了呢 好 第二个 这是手背的 是羊吗 是吧 对 羊精精 羊精精 我看着这个人的 看手背行吗 手背要差一点 手背上 手心也拍了 这个人的手 咱先看他的手背 一个是青筋 一个是手指 你看 尤其中指是肿的 还真是 对 他一般手指肿啊什么的 有可能是血压高引起以后 他服用胶药会浮肿 另外这中老年人 有时心肾气不够的时候 也会浮肿 他关节肯定有问题 手背上这个青筋 比较明显 它说明他循环不是特别好 所以容易出现心脑的问题 对 大妈您身体有什么 就是小毛病吗 小毛病没有 就是高血压 高血压就算是小毛病 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是吧 对对 那您是吃药啊 还是靠运动调理啊 吃药运动 您血压不是特别高吧 挺高的 挺高的呀 每天吃两遍药的 那您这冬天这么冷 您出来您可留神 它是血压高血脂高 看来您刚才说 它经常服用一些药物 也会反应在他的手上 就会浮肿 浮肿了 那刚才那位又猜对了 猜对了 第三位 这个 因为我从这儿看 他手掌心比较黄啊 手掌心比较黄 一般来说脾胃容易寒 容易得胃炎啊 容易胃溃痒 容易消化不良啊 皇帝内经 您刚才说 对啊 掌中轻胃中寒嘛 是吧 所以他发黄 发轻就容易胃寒 这位啊还真是 说他胃不太好 是吗 有时候反三水 怎么看 胃不舒服了 胃确实有时候不舒服 有车有车你 胃确实 你别走 胃寒 不知道是寒还是不寒 反正就是 有时候就是那种 胃酸啊什么的 或者是有那什么的 行 那可以给他 找一下 有时候会胃疼 胃疼 大气就是这些胃了 看来韩老师 慧眼时针呀 看着都挺准的 挺准的 但是图片有时候会 有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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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拍的角度不一样 有时候看不太准确 其实韩老师最好的办法 还是得到韩老师这儿去面诊 对对对是吧 那韩老师您有没有做过统计 就是您做这个手掌的这种诊疗啊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就是他最后的准确率大概是多少 您有没有一个统计 我的几位研究生 我的硕士和博士有四位 做过手和心脏的这个关系 我们做了临床观察已经上千例的观察 我们的准确率临床能达到60%到70% 有的时候可能更准确一些 哦这么大 您从事这个拿这个手来诊 诊断病情的这个时间 要超过您现在学生们调查研究的这个时间 其实早在他们这之前就开始了 对我大概02年就开始了 对那18年18年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大概看了多少双手 哦这个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我现在 还是说每一个到您那去看病的病人 您都会去看看他的手 现在是这样 在过去因为我没太关注这一块 只是把一些典型的 或者有时想起来就会拍起来 但是自从我在电视做节目以后 大家都希望我通过手来看 所以现在在我那去诊断的 我是每个人每次都要看手 那我现在图的 现在我保存的图片 十几万二十几万 我也没最后的确定 肯定几十万有 其实这个方法呢 应该说是非常的简单直观 对 而且呢尤其是韩老师 他是通过大量的这个研究和数据 包括他这个十多年来将近二十年的这样的行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而且还都是反推回去的 总结出来的 所以他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啊 还是比较比较好的 对 刚才咱们也说了 其实一到冬天呢 大家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是比较多的 那这韩老师呢 为了这个比较直观的来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在大屏幕上也准备了一些图 这个从颜色呀 包括它的这个形态 包括它的这个凹陷能看清楚 看得更清楚 这是大鱼即红 这就是韩老师您说的比较轻的那种 对对对 比较轻的 稍微有点红 稍微有点红 你看见吗 因为咱们整个的手的颜 正常颜色是 红黄隐隐 红黄隐隐 大小鱼即呢 颜色比较均匀 然后富有弹性 大小鱼即都 富有弹性 对吧 看着 那么如果你的大鱼即是红 而且有红点 那一看呢 这种人 就是容易心火旺 容易血压升高 容易血脂高 所以我一看在大鱼即之部 我就知道 至少中医叫心肺有火 那要看看血脂高 是不是血压高 当然这个第一症的颜色 我都 我也紧张了 我觉得他有点不敢看我的手了 韩老师 我是挺红豆感觉 那大鱼即的 可是我这上面有这个印啊 就是您比方说 看手掌的时候 它是就是把手啊 自然的放在这 还是需要本直的给您看 就是自然的 放平了 可是我要一本直的坏的 这出两个印 不用时间 你看咱们自然放这 你是不是自然放就没事 你看 你像我这个 你看这样放是不是就没事了 那就没事了 这真的红这个 你看见了吗 大小鱼即都红 都红 你看这像在这个 在胭脂上抹了一下 是不是 这个真典型 特别典型嘛 是吧 所以它大小鱼即都红的话 说明它心 就是五脏都有火 这肯定是连着吃的以外 涮羊肉 要不然不能这么大火 所以它有火的话 这种人就心烦失眠 容易急躁易怒 年轻症状就加上了 比刚才那个厉害 就厉害了 可能有小便 还有热啊 吃啊 大便 比较干燥啊 像这种人 我一看就知道 他五脏火就起来了 就得注意饮食清淡了 就得睡眠要有规律了 对 其实这个颜色 也比刚才更偷重了 重了 面积也大了 对了 刚才那就是大鱼即 这现在小鱼即都算 我看那大拇指都红了 对的 好 咱们再往下看 还有这样的 手掌红点 对 至少它不均匀的分布 哪都有 我看 所以你看它这个红点 等于在全掌 说明五脏有火 像我一看这种人 我就知道 它最近也是五脏火比较盛 那尤其是什么 你看在这个 指根部 所以它这个是 这个火 刚才说大鱼即的话 小鱼即 那一个是在上角 一个下角 这个在掌心就五脏 可能除了新火 干火也忘 胃火也忘 就是不舒服 咱看下一张 哎呦 这个太明显了 咱们看看凹陷 是吧 这凹陷就是刚才 韩老师说的 那个比较重的那个 对 所以你看大鱼即 这个凹陷 你看别的地方还可以 嗯 对 是不是都在大鱼即 包括颜色也还行 颜色有点轻 所以这种人呢 就是他的心肺的功能 受到了损耗 就是心肺功能受损了 可能会有心脏病 或者冠心病 或者得过心肌梗 或者坐过支架 或肺上的功能也不好 有肺气肿啊 肺的 或者肺炎性心脏病啊 那一看这个手 而且你看 我从这儿能看见 他大拇指还有根青筋 是 看见了 看见了 很清晰的 这么一个 对很粗 对不对 浮出水面 说明他整个心肺的 这个功能 血脉欲阻 那个刚才 好好说的 这个凹陷 对 刚才那张图片 太典型了 这是青筋 咱们再来看 这手背青筋 青筋暴跳 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 是特严重的 我们手上 可能都会有青筋 有青筋 有青筋 但是都是埋在里头的 寒烈的 就隐线 对 如果凸起来的话 只要不论哪的这个青筋 只要它凸起来 说明它局部的循环 不是特别 可是我看人家 那连鸡肉 那个一使劲 嘎的肉 全都 心肺暴跳 它在使亲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说的 都是自然情况下 是自然情况下 如果它 你看在自然情况 手筋比较暴露的话 因为这个背部 主要是看你 腰背部怎么样 如果手背部 这种青筋 明显的话 它会腰背部 会疼痛 会经外不通 它腰背部 这是一个 它手背部 是这青筋比较明显的话 血脂代谢有问题 容易出现 血脂异常 血脂有问题 对 有些老人是容易这样的 对 是吧 对 老人血管硬化 是 就容易出现 好 这手背青筋说完了 咱们再来看这张图 这个手挺标准的 它余计有青筋 就是刚才是手背有青筋 这现在翻过来 看看手掌 它这个青筋 还是挺明显的 是吧 咱们最开始 烧那个手部的时候 你们还记着吗 大拇指是看什么的 看心脑 对 看心脑血管 看心脑 我提了一句 大拇指根部 如果有青筋的话 说明心脑 出现问题 我是不是说过一句 你们俩还记着吧 记得 他不是还拿戒指打厂吗 对 大拇指根部 如果有青筋 就容易患 心脑血管疾病 尤其是冠筋病 或者呢 脑跟死 因为它现在这个部位呢 就是大拇指根部 中间有个青筋的话 它刚好是冠状动脉 出入的地方 就冠状动脉 在手上反应的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青筋出来 容易得冠心病 容易出现心脑 血管疾病 我也说过了 心脑是相连的 如果这个部位 青筋说明 血管硬化 也容易脑部的动脑 出现硬化 就心脏和脑部 都容易出现动脑移化 韩老师这么一说呀 这个颜碱一干 其实呢 通过不同的 这个手上的部位的 一些颜色呀 包括皱褶呀 凹陷呀 心筋啊等等 能看出一个大致的 你身体的状况 对 大伙没事在家 都可以自个儿 检查检查 可以自己自检一下 像冬季啊 对这个身体的 尤其是心脑血管 这个心脏保护方面 有没有您自己 经常使用的一些良方 您跟我们讲 其中的一个就行 我今天给大家 带来了一个新方子 叫这个 我们专门保护心脏的 叫气阴双补茶 气阴双补茶 带茶一样 对是 可以煮水 可以煮水 你看 气阴双补茶 对 我们这个剂量比较小 如果您没有什么心脏 没有什么大问题呢 那就用这个小量 红景天呢 三克 量我们平时 如果治疗量 可以用到十克 鲜鹤草呢 六克 在临床上 我有时量大 会用到三十克 卖冬呢 五到十克 吃灵芝用五克 普通灵芝用十克 这个煮水喝 我告诉大家 红景天呢 是补气血的 是 活血脱卖的 在高原地带 是不是心脏缺血缺氧 就吃这个 提前一周吃 它增加心脏的供血 脑部的供血 尤其对心慌气短 效果特别好 红花也有这效果 红花不行 行 那您说 鲜鹅草 鲜鹅草呢 也叫脱力草 是我们沈氏女科 沈老师 他家传的 补心脏器的药 我们在临床上呢 它是个收敛药 收敛止血药 但是它补气的作用 非常强 而且不耳不上火 还有这个麦冬呢 是 滋阴的 滋阴 养心的 尤其对心阴虚的 就心阴不足 就口鼻干燥 口舌生疮 这种人 麦冬 他养心阴 吃心脏痛 另外呢 口舌干燥 那个 干燥综合症 效果也比较好 这个赤灵芝 为什么用 平时咱们用灵芝 为什么叫赤灵芝 赤是入心脏的 心中火嘛 所以这个赤灵芝 专门用心 入心脏 因为灵芝是 补五脏之需 它是营养五脏 安神定制 而且灵芝 还对睡眠特别好 而且灵芝也 不耳不上火 所以这几个 要放在一起呢 气晕商调 而且补完 会不上火 比较温和 真好 这是对 尤其现在咱们这个季节 如果要是心脏方面 需要增强 尝一下心脏的功能 然后如果说您 平时偶感 这个胸闷 或者不舒服 可以拿这个当代茶饮 如果刚才您说了 要是严重的话 这个量就得加上去 对对 如果觉得老发作 不舒服 可以加到十克 接下来的时间呢 咱们去这个 韩主任的这个诊室 看一看 他到底是 给病人治疗的时候 是怎么 先进行手诊 再进行望闻问切的 这四诊合一的 好 一起来看看 我看看双手 手上的清晶比较明显 手上发青发黄 也是有咒诊 对 气不够 气不够 就是没有力气 腰凉吗 以前我腰酸 从你的治疗以后的 腰这个酸明显就减轻了 你不是原来 我记得说 你说有个凹空下 有个凹空 比那儿清了 还是有 还是有 凹陷清了 清了 以前特别厉害 你现在等于口腔里面是热的 脚底下是凉的 对不对 脚底下凉的 上热下 对手是凉的 冰冰和脂 好 我再给你调调 好 小心 你这压力够大 比你上班很累 是不是 看四个孩子还要做饭呢 还搞卫生 多厉害 对 对 内在患有疾病的时候 在外部一定有表现 只是医生 你能不能抓到重点 或者有没有 你观察到 有主内 比形 以外 这是我们的 中医骨经典 那我们现在临床 发现呢 我们如果能检查了 病变的话 必须是脏期 损坏到50以上 这时候其实到 疾病的中晚期了 早期可能 就是有点症状 不舒服 它是气不够 在这个层面上 查不出来 所以为什么 现在很多人 检查症状很不舒服 但是我们通过 手折面 这些外在表现 能够知道 你问题在哪 手上皱折比较多 气不够了 而且小鱼地有红点 小鱼地有小红点 血压高 血糖高 我有个观点 觉得全民应该学中医 学中医不是 你们学完当医生 是觉得学会以后 应该保护自己 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早发现 那早发现 我们就早调理 早期干预 你就不至于推到 你病情很严重 就不会推的 都心摔了 难治了 你说我花多少钱 那样过不来 你肿瘤到中晚 去转移 根本是正量 你心摔忽摔 五脏摔了 大夫怎么救 所以我现在普及 是让更多的老百姓 来知道一些 预防保健知识 判断自己的病 如果自己生了病 找谁去看 不要浪费时间和金钱 清筋 这清筋 所以它经络循环不好 它腰腿关节也难受 对 还没舒服的 基本上这么说吧 怕你这多少个病 咱处一处 二十五个病 可怕吧 怕死 怕死 死是另一种 生命的存在形式 不用怕 所以我跟你说 说叫什么 过好每一天 我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二十五个病毒 所以像老年人 这么多病 怎么治病 它吃了这个 影响那个 它糖尿病 一定会引起皮肤的问题 血管的问题 所以在我这一张方子 都给你搞定 谢谢 好 谢谢你 谢谢我 这么多年都跟着我 我觉得一个人的 一生价值 不是你拥有多少 我拥有多少钱 我拥有多少房 不是人 保证了基本的吃穿住行 我觉得人的一生 最大的财富和获得 是因为你帮助了多少人 通过我的帮助 你健康了 你美了 你好了 我就开心 所以一生有一种成就感 就是因为我帮助他了 他好了 你今天看见吗 很多人跟我一年多两年 他好了我就快乐 人家生孩子 我也快乐 所以我也从他们那个 就是我自己的帮助 他获得了成就感 我也跟他一块快乐 因为人快乐的时候 就会忘记烦恼 就会觉得累 人为什么生命 人生命就是缺乏爱 爱别人 爱自己 人就光知道 一味的付出 损害自己的身体 没有关爱自己 所以生命要关爱自己 要自己对自己要有心心 所以把这爱重新回来 我们自己慢慢就会恢复 这是我的一个认识 所以我给他讲我的理念 让他能接受我 我们会共振 你知道共振 挟振的话 瞧得回他 那么共振的话 这样让他疾病也会散除 他可能就会好得更快 我在之前呢 对您有了解 我看您在不同的媒体上 都讲过这个观外食内积 您这个初衷是什么呢 您就是希望收更多的徒弟吗 其实我的初衷呢 就是想教会大众 能通过这些望诊 手诊 舌诊 面诊 来观察自己身体的状况 有的病人说 你就是因为听了你这个电视讲座 我才发现我什么问题 还有的 有的人说我讲座完了 他发现他的肿瘤 早期发现了 他手术完了以后 就他的存活 就是对他的生命和存活期 很重要 很重要 如果他要发现晚的话 可能存活期就很短 他又来感谢我 突然触动了我的灵魂 我希望大家通过学习和做检测 能更健康 更长寿 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 或者一些重疾的发生 这是我的初衷 而且呢 我们知道这个韩老师 其实也收了不少的徒弟 您现在 您是二十代 对 这个二十一代有多少个人 您有个统计吗 我二十一代了 现在收了已经十二个 十二个 现在还带了好几个 还正在考察期 预备期 对 因为一般来说 要跟我至少要三年 我要考察人品 好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请出韩老师四位特殊的学生 好 为什么特殊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解释 行 那欢迎一下吧 掌声欢迎 这个韩老师收的这几个徒弟 有特殊性 那到底他有什么语众不同之处呢 为什么说特殊呢 这四位里面有一位 是咱们韩老师的儿子 还有一位是咱们韩老师的侄女 所以应该说是举贤不避亲 是不是自己家里的人都在其中 亲上家亲 你猜猜呗 哪位是韩老师的儿子 韩老师的儿子 您怎么称呼 我称张 龚长张立早张 龚长张的张 您呢 我姓刘 刘啊 因为我知道您先生就姓张 张老师 所以呢 我觉得您应该是韩老师的儿子 对吧 但是从长眼上 我真的觉得您好像挺像韩老师的 大概这 不知道对不对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先从这位介绍 这是王丽颖 这是我的同事 他是71毕业 2007年 就跟着我 然后跟沈老师 所以他跟着我时间是最长的 十多年了 十三年了 十三年了 第二位介绍刘大胜 刘大胜呢 是我硕士 家博士 跟着我学了八年吧 也不短了 八年了都 今年第八年了 是 那这位就 这是我儿子 我是韩老师的儿子 都是我们相信 你不用再讲 这是您儿子 距离的远近就能看出了 还有一位您的亲人 大家好 我是韩瑞 是韩老师的侄女 我就想问问韩瑞 其实你看你这个姑姑 挺厉害的 是吧 快声快语 那平时你是她侄女 是不是她会格外地 对你温柔一点 在生活中 韩老师就是特别细心的人 在我的那个衣食住行方面 都特别照顾有加 但是在拜师之后呢 就是特别特别严厉 尤其是在跟诊的时候 那点我名 当然也是次数最多的 把这个话筒 问问这个 王老师 王老师 举个例子吧 当时我们家 孩子还小的时候 然后老人带孩子 腰化了 但是韩老师知道之后 带着我们 另外一个于老师 我们那会儿住通中 就直接就奔到我们家去了 帮我朋友 把这个腰制好了 我还想您是帮着他把孩子 拿回一家 这帮他腰制好了 当时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 好 咱听听 长得像 比他儿子更像 是吧 更像 老师 老师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 你一定要比老师强 老师会的东西 可以立马告诉你 交给你 但是老师不会的东西 才是你更要去学习 更要去拓展的 这样的话 咱们整个一个团队 才能不断进步 就是韩老师 确实是在这一些方面 给了我特别大的启发 小张大夫 你平时生活里面 跟妈妈亲吗 对 您跟韩老师见面时间多 韩老师不是很忙吗 是的 他平时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才能回到家里 然后白天都因为各种 参加各种活动 拍会 周末也是 大忙人 基本上母亲的时间不是很多 我们从这对母子身上 也能看到 做一个事业有多不容易 不容易 这个大家现在知道的是 沈氏女科的扛大旗的 这人叫韩学杰 知道的是韩老师的门厅 弱势了那么多的患者 去找他看病 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背后 他是要付出和放下很多的东西 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请韩老师带我们做一操 就是跟养护心脏有关系的 是吧 然后您的这些弟子们也都会 所以咱五位专家 手指操 叫咱们做一个操 操的名字叫 护心操 护心操 你看尤其是隆冬 这样的一个严寒的季节 大家常常做做 对自己的心脏有好处 对 我们在做之前呢 先把手先搓一搓 搓一搓 是不是觉得有点热了 是 热完了以后呢 你看 这个大 就是大拇指交叉 这个右手 在现在上 先搓 左手的大鱼剂 搓一搓有什么感觉呀 热了 抽温热的感觉有点酸酸 而且比刚才也干净了 然后搓的同时呢 点中间有一个鱼剂穴 在赤白肉剂处 在这个里边是吧 是不是叫鱼剂穴 鱼剂穴 就搓的同时呢 我们在赤白肉剂那个交接处 然后中间 可以点一点 大拇指先搓左手 这个手搓个30到50下 然后再换这个手 这个搓的好处呢 促进这个鱼剂 心肺的这个循环 加速鱼剂的循环 另外呢 经常搓呢 你手上那个青筋就会变少 然后你慢慢这个 皱褶啊 凹陷啊 就会长起来 大家可以试试 比如说平时坐火车呀 或者开会呀 什么的 都可以做这个 比方说此时此刻正在看电视 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对对对 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做 这样很简单 也很方便 而且有效果 第二个护心操 那么把我们双手 食指并拢 扣着对吧 然后你看见吗 一张一合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这样我可 我们也可以做上50下和100下 这样做的目的呢 让我们的这个食指关节灵活 另外促进血循环 去点按这些血位 嗯 是不是 那么有的人可能有心脑 血管疾病的话 就对不上 所以我们经常练一练呢 保护心脏 保护大脑 嗯 是我们的气血循环起来 哦 嗯 那这也可以预防老年迟来 对啊 保护大脑 啊 这是这两个 通过护手的 也可以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 所以我这两个操呢 交给大家 平时在家里可以做一做 好的 谢谢杭老师 谢谢杭老师 其实这些保健的 这些动作呀 特别容易记 但是人呢 有时候往往自己身体有状况了以后 才想起来 嗯 如果您要是防患于胃然 嗯 在这个 哎 还没有症状之前 经常的 是吧 能够记得这些方法 对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杭老师 善莫大言 方法挺简单 就怕你不用 好 谢谢杭老师 我们带来这么多 实用的好的方法 谢谢您的弟子们 光临我们的杨博士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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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